排骨想要做的好吃,你就像我这样做 软烂又入味,全家人都爱吃 做法非常简单,厨房小白也能做的很好吃 排骨焯水,一定要冷水下锅 焯好水后将排骨控水捞出 然后放入锅中,加入姜葱,八角,干辣椒 再倒入一罐啤酒,可以去腥增香,还能软化肉质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包大棒骨酱料 既能上色又能调味,别的调料就不用放了 然后倒入开水,刚好没过排骨就可以 再盖上盖子,用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即可 哇,这也太香了 学会的朋友,手里有小红心的就给一个吧 谢谢您了